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一定会为观众带来新鲜感 是演一个大花旦 然后就是一个黑帮的老大 所以就第一次做这样的反拍 所以挑战的蛮大 喜欢到造型吗 很喜欢因为就帮我进入我的心情 这个角色就帮了很多 你的这些角色也是蛮难的 哇 这个是真的是很困难 应该是我演那么多以来最困难 因为很多全都是收在心底的 没有说出来 还有就是这个角色就是经常都很寒 对 很寒 对 对 关注很恐怖的时候 所有东西都是很有心悸 你不知道下一步他会不会把你杀掉 鸡心男 鸡心男 可是今天只有你们四位啊 另外那位去到哪里了 还有一位他就在内地文来坟勤 现在他就过来了 就过来了 对对对对对 经常还在的 对 经常还在的 他也很多那些打啊 修肌肉的全都交给他了 而剧中美琪会和滕丽明再续母女情 但美琪能够再做成山园的女儿 原来也是因为阿滕在背后为他牵线 我觉得最震惊的那个角色就是 我拍完之后才知道 原来是阿滕 其夜找我说那个女儿的角色 所以我回家就哭了 我每一次见他的时候 我就说谢谢你了 谢谢你了 他心里面有你了 对 我就真的觉得很感动 然后老妹呢 这一期的角色 我这一次是做一个家庸 想不到吧 这家庸是有一点小秘密的 然后大家要就是陆续看 才会发现他这个秘密是什么 特别是在陈豪大哥 家里面的戏都是比较轻松的这样子 然后每天我们 我期待的都是喝他自己带回来的咖啡这样子 那陈豪的咖啡是不是特别好喝 超好喝的 然后我拍完整个剧 最记得一句就是不是剧里面东西 因为他在说咖啡东西嘛 然后他就说我现在可以喝得到酸一点的咖啡 哦 如果你喝得到酸的咖啡 就是说你那个味蕾已经变了 已经可以品尝一些就是更加高级的咖啡 我的老公就是Benz哥 对 然后这个组合很有趣 因为通常一般大家都以为他是我的爸爸 所以应该都蛮搞笑的 那跟他的合作怎样呢 很好玩呢 因为他很会讲笑话 然后一开始我其实很紧张的 因为我觉得他是我前辈 前辈 对 然后之后他就会让我放松 所以他也会教我一点演习的小tips 接下来会多一点派剧吗 希望呢 因为我两个女儿都大了一点点 所以我可以放松一点 然后出来做一些工作也蛮有满足感的 身为驼江系列粉丝的黄建东 当初得知要出演这部作品 他也有不少压力 我开始的时候我跟他合作 其实坦白说我很紧张 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你看他身形就知道了 完全没有变过 对 所以我就很紧张 我担心我会不会做错了 我这个小胖子会不会他不喜欢 然后合作完他非常的down to earth 他们还对我们很nice 就是跟我们聊天啊 说话 万岁啊 请东西吃啊 好像一家人一样 啊